RX2023 这场全球机器人盛会已完美落幕 今年的RX被誉为有史以来最炸裂的一届 吸引了全球650多家企业参展 中国企业就有50多家 在这场机器人盛宴中 各种炫酷的机器人纷纷亮相 有些还是全球首秀 让人大开眼界 今年的展会主题是 机器人技术带来的可持续发展社会 强调了机器人技术 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重要性 全面展现了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 机器人产品和技术 当然还有备受瞩目的人形机器人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 这些最具亮点的机器人吧 在展会上 最引人注目的还是要属FANUC的 那台巨型机械臂 被誉为举重之王 一进入场馆 就可以看到一台红色小汽车 被巨大的黄色机器人 轻松抓起 上去 下托 灵活移动 而车身却还是那样稳弱泰山 这就是当今世界上 搬运能力最强的机器人 FANUC M2000 它的可载重达1700公斤 上下一栋高度可达6米 最大负载能力可达2300公斤 展会上 FANUC还首次展示了 它们符合国际网络安全标准的 机器人控制器 以及升级版的 RoboGuide系统V10 FANUC还展示了多款协作机器人 包括能处理50公斤负载的CR35EB 和专为食品行业设计的CRX25EA机器人 以及应对劳动力短缺问题的 一系列机器人自动化解决方案 再来看看 日本的机器人独角兽公司Mujin 在RX2023展示的Truckbot 这是一款专为仓库和配送中心设计的 自主卸货机器人 解决了多种卸货难题 适用于各类卡车和集装箱 Truckbot配备了专业的 可移动传送带和兼容的机械手 可以以每小时1000箱的速度 高效快速卸货 通过自主研发的 通用机器人控制器Mujin Controller 将机器人单元与AGV 输送机等外围设备连接起来 实现了集成控制 数据可视化和远程操作 据Mujin表示 它们的通用控制器 能够将任何厂商的工业机器人 转化为智能机器 实现对制造和物流等应用场景的自动化 接下来 Kawada Robotics展示了 它们的通用人形机器人NextTouch 这是一个可以作为人类工作伙伴的机器人 适用于多种生产和制造场景 NextTouch拥有先进的视觉系统 和两只拥有15个关节的机械臂 能够安全高效地完成多种人类工作 包括组装包装等不同任务 NextTouch已经在电子电气零部件 和汽车行业成功应用 并在化妆品和食品等广泛领域 实现了多种任务的自动化 甚至可以整理复杂的文件 由于NextTouch可以轻松学习多种动作 因此在面对产品种类繁多 生产数量较少的多品种小批量生产场景中 具有广泛的通用性 去年 川崎重工展示了一款山羊概念机器人 经验到了整个展会 而今年 他们再度登场 这次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人形机器人身上 在本届展会上 川崎重工展示了最新版本的人形机器人Coldo 相比之前 这款机器人在执行任务时表现得更为稳定和自信 尤其在搬运重物方面更为出色 Coldo的主要定位是一款救援机器人 具备在各种地形行走 攀爬楼梯 以及执行更为复杂工作的能力 Coldo体型高大 它身高180厘米 体重86公斤 全身拥有32个自由度 与之前的版本不同的是 它的脸部采用了屏幕形式 可以表达情感 在展会现场的演示中 Coldo机器人展现了 其在发生灾害时的应用场景 机器人能够高效清理自然灾害中散落的碎片 与人类协同搬运大型物品 甚至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等 自2015年以来 川崎重工一直在不断地推进Coldo的研发 而这次展示的是Coldo机器人的第八版本 除了Coldo 川崎重工还展示了Coldo的小伙伴RHP Friends 它基于Coldo的技术 但在设计上有所不同 Friends更实用于家庭 医院和企业的室内工作 这款机器人身形更小 身高160厘米 体重55公斤 使机器人看起来更加小巧 另外 这款机器人可以安全地在人类周围工作 甚至协助照顾人类 未来 可能会在医院里担任护工 实际上 川崎重工还展示了多款其他机器人 其中包括服务机器人Neok 和用于无人配送的Foro Neok是一款自主移动型服务机器人 专为与人类共同工作而开发 它采用与人类相似的移动方式 配备两只灵活的手臂 能够在餐厅提供餐点并清理餐具 同时还能巡逻并支持建筑物内的清洁工作 Foro则是一款自主送货机器人 具有规划线路 搭乘电梯 打开门 以及进行配送和交付的能力 Foro有两种型号 分别适用于室内和室外公共道路 目前已经在医院等场景成功投入使用 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Jinky AI的人机一体 人形机器人Type-01 他们基于川崎重工的Coldo机器人技术 结合了Jinky AI自主研发的力控制技术 和远程控制技术 推出了这款新型机器人 Type-01是专为工业控制系统设计的机器人 其目的在于替代人类执行重型体力劳动 特别是在建筑和能源领域的高空作业中 实际该公司已经开发了一款大型的机器人 被称为空中重型作业机器人 以在铁路轨道和电力线路等领域投入使用 可执行多种无法使用其重机完成的任务 然而 这个庞大的机器并非在所有情境下都能高效操作 因此 Jinky AI将远程控制技术与Coldo的人形机器人平台相结合 推出了更为紧凑的Type-01 使机器人的控制更加直观 操作更为简便 这次展会上 梅卡曼德是参展规模最大的中国企业 他们联手13位重量级合作伙伴 展示了近30个最新的智能机器人应用 包括适用于多场景的智能机器人应用 和高性能的3D视觉传感器 他们全面展示了其3D视觉技术 在汽车、物流、工程机械、3C、新能源等领域的成熟应用 在弓箭上下料场景方面 梅卡曼德拥有丰富的技术和应用经验 在IRAC-2023上 他们展示了汽车、工程机械、钢铁、电子等领域的 多个典型弓箭上下料应用 早稻田大学推出了一款 名为IRAC的家务和护理机器人 这款机器人由人工智能驱动 可以通过学习完成更多复杂的任务 比如 机器人通过观察学习 已经掌握了如何把衣物挂在衣架上的技能 虽然这只是一个小技能 但未来他们计划扩展机器人的功能 使其能够完成更多的家务 他们的最终目标是让这款机器人 不仅在日常生活中为我们服务 还能应用于医疗、护理等领域 通过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共同进步 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便利 中国的敖博机器人 在展会上展示了他们最新的协作机器人 及场景化应用解决方案 其中 IRAC-20大负载马舵协作机器人 最大负载可达20公斤 能够实现不同物料的拼马舵 IRAC-7协作机器人 展示了水下的高性能特点 即使水完全覆盖该机器人 在有水流不断向其喷射的情况下 机械臂仍能灵活自如地运转 不受外部环境影响 另外 他们还展示了咖啡机器人 理疗机器人等多款协作机器人 和先进的机器人技术 IRAC-2023展会上 还有很多好玩的机器人 比如金泽工业大学开发了一款机器人枕头 这款机器人枕头 被称为远距离的爱 它可以将你的心跳和体温等身体信息 传递到另一台设备上 当你拥抱其中一个枕头时 抱枕上的动作 就会传达到另一个抱枕上 让你时刻都能感受到对方的气息 因此 如果你的女朋友不在身边 但却又渴望来点亲密关系 那么 这可能正是你想要的 再来看看语术科技 他们在IRAC-2023上展示了多款机器人 包括最新的四族机器人Go2和B2 以及他们的首款通用人形机器人H1 H1身高1.8米 体重47公斤 拥有19个自由度 它搭载3D激光雷达和360度全景深度感知相机 具备自主避障和定位导航功能 语术科技强调 H1是首款能够跑动的全尺寸通用人形机器人 不太稳定 动作灵活 在复杂地形中 它展现了自主行走和奔跑的能力 是全球同类规格中性能最高的机器人 H1搭载了语术自主开发的M107关节电机 最大扭矩达360牛米 具备出色的动力性能 在日本展会上 当然少不了动漫元素 比如Hatsuki 这是一个超级可爱的动漫机器人 它身高1.45米 由Hatsumov诸实会社开发 可以看到 它完美地还原了动漫人物的形象 无论是面部表情还是动作行为 都生动呈现了动漫角色的特点 在本届RX2023展会上 它不再是一位简单的动漫角色 而是担任三洋电器的形象大使 负责三洋电器的相关产品介绍 并在展位的入口处引导参观者 Hatsuki以其超萌的形象和丰富的表现力 迅速成为整个展会的网红机器人 引起了极大的关注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协作机器人的鼻祖 优傲机器人在展会上推出的U230机械臂 这是一款非常紧凑的协作机器人手臂 与U220采用相同的架构 但在紧凑的空间内提供了更大的有效负载能力 据该公司介绍 U230的起重能力为30公斤 工作范围可达1300毫米 重量为63.5公斤 它能够管理大型机器 马舵重型产品 并支持高扭矩螺丝刀 展现出强大的工作能力 Igo公司也推出了全新的机器人Igo Mini 这款机器人主要用于商业设施的自动巡检任务 和巡检机器狗差不多 Igo Mini能够读取设备信息 并监测环境变化 适用于安全检查和护理等任务 虽然这类机器人在实际应用中的能力有限 但它以便宜的价格 为用户提供了经济实惠的选择 不过Igo公司也曾开发过一款 功能更强大的轮式人形机器人系统 配备两只手臂和机载无人机 这款机器人可以在工厂内自由移动 打开门和窗户进行检查 并在必要时启动无人机 以俯视整个工厂的情况 在IRX2023展会上 中国的瑞尔曼智能科技展示了多款机器人 其中一款装载在机器狗上的机械臂 格外引人注目 这款机械臂与普通机械臂有所不同 它的外观和动作都有点类似于人类的手臂 在公司的展位上还展示了多款机器人和相关零部件 包括农业采摘机器人 双臂复合升降机器人 和大健康按摩机器人等 瑞尔曼智能 以专注于超轻量仿人机械臂的研发而著称 其机械臂具有超轻 耐用和易部署等特点 可以轻松安装到任何机器人上 RG公司展示了他们研发的 协作人形机器人Foodle 该机器人主要应用于食品加工与生产领域 它采用 英伟达Jetson平台构建 具备自动识别各种形状食材的能力 并能完成从食取到装合的整个流程 实现了食品生产包装的自动化 在设计上 Foodle充分考虑了与人协同工作的场景 它的设计简洁 底部采用角轮结构 可轻松移动 并配备长时间可充电电池 实际上 Foodle已经在多家企业进行了试点 并于2022年3月开始进入实际生产流程 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 由川崎重工展台展出的 Henotori手术机器人 这款机器人是由Medicroid开发 并采用了川崎重工的机器人技术 Henotori主要用于腹腔镜手术 通过小孔进行腹腔强化手术 为患者提供更少的创伤和更快的康复 它的系统由三部分组成 外科医生操作舱 手术室和可视化单元 自2020年发布以来 该机器人已在泌尿外科和腹科 等领域完成了3000多次手术 同样值得关注的 还有中国的新原则科技 展出了全球首款双臂装卸车机器人 Rakai Joe 这款机器人具备全自动装卸货能力 无需人工参与 通过远程操控 即可实现安全高效的操作 适用于各种规格的月台 从而极大提升了仓储物流的生产效率 Rakai Joe展现了先进的机器人技术 具备可移动性亦部属性和高效率的优势 在仓库内 它能够自由移动 并自主进行装卸作业 灵活适应各种复杂环境 它能够快速识别未知的箱形 并通过双臂协同工作 在有限的空间内 实现准确而迅速的操作 同时 对于车厢顶层的纸箱 Rakai Joe也能灵活抓取并平稳放置 展现了出色的性能和稳定性 今年 英伟达在RX2023的参展主题是 与Isaac Sim一起从虚拟空间到现实世界 展现了多款旗舰产品 他们展示了利用Techman Robot和Isaac Sim进行的 数字鸾声和AMR的演示 同时还展示了英伟达Jackson家族 Isaac Sim是一款应用工具 通过Armnovus创建虚拟环境 生成高质量合成数据 用于机器人训练 从而缩短机器人投入市场的时间 值得一提的是 在日本首次亮相的Nova Carter正式采用了英伟达Isaac Nova Oren架构 搭载英伟达Jackson AGX Oren 和下一代AMR所需的传感器套件 而英伟达推出的模块化Isaac AMR开放平台包 则能够协助开发者 更迅速地开发和部署机器人 为机器人的研发和应用 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RX2023绝对是一场引人注目的机器人盛世 展现了全球最顶尖的机器人技术 今年的展会上 除了传统的工业机器人和协作机器人外 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当属人形机器人 这些机器人不仅能在家庭服务 医疗领域和救援中发挥作用 还可以应用到电子电器零部件 食品 化妆品的生产包装等众多领域 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充满创新和希望的未来 近年人形机器人之所以变得更加火热 主要是受人工智能技术的显著增强 有业内专家认为 生成是人工智能与人形机器人融合 将开启巨身智能时代 拥有巨身智能的机器人 将是人工智能的终极形态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看看这些机器人技术 将如何在未来改变我们的生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